一名男子打公公電話 但卻不時動張希望 最後盯著右下方 一名七十多歲的老婆婆 直接老婆婆忙著整理 辛苦撿來的資源回收 沒想到下一秒 男子竟然伸手 脫了婆婆的黑包包 隨即衝上路邊轎車 開車逃逸 他現在過來 他到了兩圈之後過來 到了第二圈之後又停在 車子又停在那邊 原來這名可惡切賊 早就鎖定老婆婆 先是把轎車停在路中 假裝下車打電話 再勸一個不注意摸走包包 發現自己放著 所有積蓄的皮包被偷了 老婆婆傷心不已 我就用得沒肥炎 很痛苦嗎 很痛苦 用得不穿肥 很重要 怎麼說 一生中的 因為我們阿孫阿特主要用 想到錢沒了 以後日子難過 老婆婆相當悲傷 拖著瘦弱的身軀 每天就靠著資源回收維生 和孫子兩人相依為命 由於整天都在外面 就怕積蓄放家裡會被偷 但沒想到這回呆在身上 竟慘遭可惡切賊偷走 這讓附近居民完全看不下去 人生共憤的 人這麼可能 人還要跟他一起偷 這叫李爪的 一天再賺錢 警方案犯後迅速逮到小偷 35歲的張姓嫌犯 錢科累累 還涉及多起切到案 偷來的賬款早就花光光 只是好手好腳 卻出手偷走年賣婆婆的辛苦錢 實在讓人氣憤 記者朱丁龍 基隆報導 請問一下 好